我只要做了一个简报档 也就是所谓的Pone Appoint 我只要有一个Pone Appoint 他就可以一键就启动互动 这样子的软体 我觉得他可以协助我们了解学生是不是会的 那么也可以让学生去共享 那么如果学生有作品传上来 他你也可以储存 他又使用起来很方便 如果是安装的话 各位可能要输入这个叫做Class Point 班级点 在Google的网页上面 如果输入了这个字以后 就会进入到右边的画面 只要点选这个叫做Join a Class 就是加入一个课程 那么就马上可以进入这个 你所要讲的PPT 现在这个我在右上边 各位可以看到了 叫做90757 我可以点一下这个下面这一个就是这个 他的功能 就是Class Point的功能之一 也就是类似雷射笔 我可以在这个地方 各位可以看到一个红点 90757 你会请问一下我们没看到画面 画面没有动 画面没有动 你现在是发布你的画面 是用那个阅读模式分享 阅读模式分享 好吧那只好回来这样 可是这样子会有问题 好吧那我看一下 我只能用阅读模式分享 那如果等一下要进画面 因为要让各位操作的时候 我再看可不可以切入那边 那各位可以在这个 Google的网页里面 打入Class Point 就可以看到 这个表单 那打这个地方 按这个红色的钮 叫做Join a Class 就可以进入 就可以输入那个班级代码 就可以操作 好 好 那如果是安装的话 那会出现现在左边的这个画面 他会告诉你 请你输入你的名字 你的email 跟你现在你的单位 只要输入这三个以后 就可以按download 那他是个免费的软体 那我等下说明一下 当然他要缴费 那不过一般的习惯来说 除非学校特别去买 不过当然我们是不会买的 所以我现在也使用是免费 那他免费的有一些局限 那我再说一下 我们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那日后你如果想要再进来的话 你会看到有一个下载 有一个安装 还有一个注册 那么在使用的时候 大概还不需要这三个 因为他会先寄一封email给你 那你必须在email里面取得他这个认证号码 然后在他的网页里面 在注册的时候登入这个网页号码 才能可以开始使用 那我大概说明一下 他如果安装了以后 各位会发现你的简报 PontorPontor上面的功能下拉式功能键 会多了这一个 Inkno ClassPontor 他会增加的这一个键 当你按的时候 他就会出现下面这个在上面 那你就可以启动他的功能 那么他有哪些功能呢 我们说明一下他的各个键 那我刚才所使用的按这一个 那他就是所谓的雷射笔 那这几个就是他的画笔 然后现在因为我没办法操作PontorPontor 我就没有办法用这个功能给各位看了 我们等一下再试试看 那这是橡皮擦 就是你画出来的东西可以马上擦掉 那这个是老师的白板 你可以马上出现一个白板 让你在上面写一些字或者是做画图给学生看 那这个是发起一个投票 你可以马上让学生来做投票的动作 那这个是可以指定学生 或者是抽签让学生来回答 那他真正的 我们最常使用他的功能是中间这五个 他的五大功能 Mult Choice 这个是选择题 他可以设定是单选题或多选题 那这个是文字云 大概可以输入一些文字 他自动会归类 看哪一个文字 所使用的人是最多的 那这个是简答 这个是画图 所以你可以让学生画一个简单的图 或者是连连看 如果你有预设的几个答案的话 你可以让他去相连 那这个是可以把影像上转 也就是说 所以他可以让学生的作品马上呈现 你也可以指定这个学生的作品给大家来看 那这个就是我刚才介绍的多选题 文字云解答 我试试看 现在这个画面可不可以操作 因为我本来这个地方想让各位试试看 文字云 如果这个地方执行的话 各位就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 我再试试看 现在可不可以 还是不行 好 你跳回去你的PowerPoint 对我是跳回我的PowerPoint的 然后我开始执行 他还是没出来 如果执行这一个简报的话 在我的画面上应该是我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文字云的这一个蓝色的 我按下去以后 理论来说进入这个课程的人就可以 可以开始发文字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在Google Meet上不行 应该是可以 好 OK 那这里有两个 我说学生不可以不用安装 好 直接输入这个班级代号就可以了 那你就可以进来 然后这个 来回答这些问题 那所以可能对使用电脑的来讲 可能要切两个画面 一个就是观看PowerPoint 也就是简报 那另外一个就是进这个画面 然后你就可以回答问题 那因为他有一个键 如果我直接按 这上面的这一个 好 这个好 share PDF 那他就会出现一个这个下面这个QR Code 那我就可以把我这个简报档直接变成PDF 好就你就直接 扫这个QR Code就可以直接下载好这个简报 好 那这个是我本来打算使用的 我等一下试看看能不能执行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 可能就要再想办法好 那我们开始介绍好 我们今天要谈的好 我们在这个我的这个数列的部分 OK好出来了 好好 那我们这个补救教学 我现在是在设计在这个数列这个部分 那我是把它做成一个可以让学生操作的活动 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听到很多老师觉得 学生其实现在没动机 所以我们尽量的对 尤其是一些比较没兴趣的同学 我们希望用一些活动 然后让他可以操作 可以提高他的兴趣 那事实上我们在里面设计的活动 其中有一个 那个时候我们在上补救教学的时候 我在上体育班的补救教学 好连体育班的学生 那时候补救教学大概有五六位吧 大概有一半的学生到了下课的时候 他都舍不得离开还是继续在操作 好 那这个是目前我现在有设计的几个活动 大概有三角函数 好有二次函数 好有这个数列的 好有几率的跟统计的 那今天介绍的部分就是 数列的部分 好那我再试一次 这个可不可以操作 好好像还是不行 画面还是没办法出来 好那就知道放弃了 好 好 有出来 本来他出来应该是像这样子 对啊本来我按了上面 这个class point的功能键 我只要按上面这一个 譬如说我现在要问文字云 我按了以后他就会出现右边这一个 那他出现了右边这一个以后 然后接下来中间就会出现这个蓝色的 那他就可以 让学生来回答 你所要设定的问题 那如果说现在是可以操作的话 那就可以即时的 看学生 比如说我们现在问树莲 你的powerpoint没有放在play的地方 没有play这个 因为你现在还是看到左边的小萤幕 对因为我现在没有 没有执行 你让他执行看看是不是这样子 我执行了因为我发现他还是 没有跳出来 他没有跳出执行的画面 就还是一直留在那个小的 所以就没办法操作 所以还是只能用这个小的 好我是刚才执行一下 看看好 好跳画面也是不行 而且我执行的时候 有时候他会当在那个之前的画面 所以我想好吧 那就只要放弃 那如果我这里让各位伙伴互动的话 那可能我们就是用他的这个 通讯 留言板吧 可能就是开右边的留言板 好 譬如说像现在这一个 不管是用通讯的留言板 如果是像使用这一个 playspot的话 好他更好用的话 那就譬如说像我现在我可以问学生这样 这个问题 如果现在还在连锁店他出了一些 这个汉堡 我们想用汉堡的这个牛肉重量标示出 譬如说 华宝113克 大叉堡是45克 那集叉汉堡里面是45克 现在我要用重量排序 请问这是不是一个数列 那 像这样我就可以如果想互动 那我就可以请 大家在这个通讯板或者是如果是可以直接回应的话 我就可以说一是是 二不是 那现在我们请大家来试试看 请大家直接在通讯板里面 帮忙回答一下 一是是 二是不是 大家都觉得是 好都是一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 依照实际的状况 我们就来看 如果他是按重量排列的话 他是一些数字 就是 如果他是还回答华宝 大麦克提示 那就不是 为什么 我们数列是有次序的数 那我这个活动 其实我有给这个 国小的老师操作过 我发现 确实难怪 在一些诗诃里面确实有提到 国小老师的数学 因为其实他们很多都不是数学本科系 所以他们教的数学确实有的时候是有状况 他们都认为数列是有规则的数 而不是有次序的数 所以像在这个问题上面其实 反过来也说就是我们在教数列的时候 其实学生还是没感觉到 所以连国小老师都会不清楚这一块 这一块 那这个是 我如果用简答的话 那么我就请同学来说说看他在生活里面有哪些地方 是可以看到数列 那本来这个地方应该是先空白的 在Bunderpoint的执行的时候 在暗影室才会秀出来这些答案 不过因为现在都没有 所以就没有办法分成次序出来 那我在教数学的时候我们会试试看 就是我们除了教数学以外 其实我们数学是一个思考的充具 我们可不可以藉由数学其实来告诉同学一些其他的东西 什么像其他的东西就是像刚才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我请同学尽量在生活里面把数 数列这个东西都列出来 事实上这个东西同学能不能列出来的越多越不一样 其实是代表同学的创意 什么样的创意呢 我们在创意上面有五个方向 叫做敏觉力 也就是说他是很 敏察于观察事物 流畅 你有没有办法把这样子在生活里面用到的数列 写很多东西出来 可能是很类似 可能是很重复的 可能譬如说 你也有班级座号 班级同学的成绩 一般级的同学的什么什么 你一直都不变 可是问题是你可以写很多 那变通是你可不可以在这个概念里面去变换出不一样的东西 那么独创是只有你才想出来这样的东西 精密是你可不可以思考到他比较全面性的不是局限一部分的概念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教一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在带一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教学生不一样的概念 好 那这个画面也是一样 因为他没办法跑出来 所以本来应该是先有上面跟下面这两个 然后也就是说我试着用图示的方式来跟学生来讲这个概念 第一项是他的首项 那A2就是他的第二项 那么后面就依此类推 然后这最后面有一个末项 那上面的叫有项数 无限数列 那下面是无限数列 而且同时这两个数列是互次的 那这有一个很有趣的 所以通常这里我反而会问同学一个 问同学上面跟下面这两个数列 哪一个比较多 好 我们也试着问一下 那一是上面比较多 二是下面这个数列比较多 那麻烦各位老师 我们回应一下 一是上面的数列比较多 二是下面的数列比较多 有老师回答三或者是不能比 大部分的老师都选择一 我想这个可以值得讨论 虽然有些老师觉得 即便是有限数列 他还是很长的 可是在我 我个人也是认为在我们的数列里面 应该其实无限数列 应该还是比有限数列来的多 因为他是一个不一样的概念 或者这个等一下可以请曹老师 再帮我们 指导一下数列可不可以相比 好 那这个地方 依照我们所说的概念 我跟各位老师介绍一个 在认知心理学里面 叫做基模的概念 本来应该是说 请各位老师先闭起来 眼睛 然后我们请各位来看 红色的东西 那我们先来试试看看 让各位观察一下 大概10秒钟再看一下 你的周遭里面有哪些是红色的 那 现在请老师闭上眼睛 然后你自己看看 你可不可以说得出来周遭环境 绿色的东西 那想这个概念应该是 这样子其实应该是 蛮难的 为什么 就是说当我们在观察是一个 有目的性的观察的时候 我们会特别只看红色的东西 那么其他的颜色 就会被忽视 我们就看不到其他颜色的东西 不管他是绿色蓝色 或者是黄色 这个概念在认知心理学里面 叫做一种基模 也说 其实是对学生来讲 这一群树 如果他没有那个背后 这个树的抽象的概念 他其实是不知道 他现在看到的是一个 有规则性的数列 这个其实就是认知心理学的一个基模 所以其实我们对周遭的观察 如果我们没有敏察于一些事情 或者我们没有他的背景知识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没办法看到 所以其实为什么学生对有一些东西比较难学 也就是他 他缺乏的这一个背景知识的概念 所以他其实不会觉得他有什么意义 那怎么样把这个意义带给他 我想这个大概是我们其中的一个挑战 我现在要切换一个PPT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我本来要跟各位介绍 就是说 如果我们使用这一个class point 他其实有一个限制 他限制25人 也限制一个PPT 只能5个问题 所以我现在使用的方法就是 如果我们不另外缴费的话 那我就必须在每个简报档里面 控制在5个问题以下 所以我现在要控制到 切换到第2个问题去 第2个PPT去 好 那我就停止共用这一个 换第2个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活动 我们让各位 我们让其他同学操作的 各位老师也可以试着操作看看 好 我们在这里请 这个 如果是上课的时候 我们请同学操作 这里总共有20个数字 我们请他 把它分辨成 两组 各自有规则的数列 好 那可以让各位老师 也试试看看 那 因为现在没有那个可以回答 那就可以请老师回答在这个 我们的留言板上面 好 好 很快已经有老师找出来了 好 那这个部分 我其实我们本来总共有6个数列 当我们6个数列全部混杂在一起的时候 同学几乎没有办法分辨出来 那后来我们 来跟经过一些教授的指导 我们现在 发现哎 把它拆成两个两个 然后同学就比较容易分辨出来 那当他可以分辨出来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哎 他有成就感 所以我们就是在让他这个过程里面 找到他的成就感 那其实这两个数列找出来了 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做一些其他的延伸 也就是说 像在这个地方 大概对各位老师来说当然不是问题 我们请老师找出第11个数字 比如说这里如果操作了 那 老师可不可以再操作下一个部分 也是找出 这两个数列的第11个数字 那上面第一个数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也就是奇数的数列 大概大家都可以知道他是21 那请问老师知道第二个数列 是哪一个数字吗 我们看到已经有两位老师找出来了 那其他老师可以知道 第二个数列为什么 如果可以找出来第二个数字的话 那其实就可以找出来 他前后项的关系 如果你可以知道他前后项的关系 相对的 其实就是我们在教数列的时候 想要告诉同学的 也就是所谓的递回关系 他事实那边他可以从他学本来到 所以不用特别去把他教 好像 有个老师麦克风一关 这个地方 因为他现在不能执行 本来我们是在这个地方 这里是打乱次序的数字 那这个部分是这样子 各位在荧幕上看到了 这个事实上是我们把它做成这样的卡片 那各位其实现在刚才看到的是因为我们排序 所以在这个地方 如果是实体操作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本来设想的是这两组数字的卡片 其实我们是把它会洗一下 通通再给同学去观察的时候 那可能他就难度又提高了 因为他不是那么容易看出来的次序 所以其实 我们就会让同学告诉同学说 所以为什么很多东西来的时候 我们会先做整理 也就是说譬如说 你在做因式分解 或者在做 你看到多项式的时候 如果他是非有次序的时候 我们会先做降密跟深密 也就是说他必须在一个次序下 我们是比较容易观察出来 那么在实体操作的时候 我们会请他把它放成这两个扇面 放在一边备用 等一下我们后面的活动 会再用到这几个数列 好 那 这个地方是 我们来说如果同学找出来了 我们会请他 请问他 你怎么 分析出来这两个数列的 也就是说我们会想问他 他可不可以在里面 去做一些后设认知的事情 也就是说他是如何解体的 其实我们现在发现很多同学 其实他们在 席座上面或者是 我们在讲解完了以后 他们其实在下一次遇到这样的题目的时候 他 依然又不会 那他不会的 其实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其实他的那个解题过程 其实都是我们告诉他的 他其实自己并没有真正的去找出来他那个解题的过程 他是如何找到那个答案 所以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会试着告诉学生说 你现在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不是光是看别人把那个答案的算出来 可是你要去知道说 这个答案是为什么这样求出来的 那 有的时候那个求的过程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个是你自己培养自己后设认知的概念 当你下次再遇到这样的东西 你就可以循这样的步骤去 那这个是我们用图示的方式来跟学生来讲 因为我们的卡片来跟学生来讲这个等差数列 那这个是可以看到 如果学生看到每个加2都是后项的话 然后每一个都是一个递回 所以他最后可以用一个通识来表示 那这个是我们用VT的特性 用中间这个通识 他可以从1带到3 然后从3带到5 从5加2带到7 7加2带到9 9加2带到11 所以为什么这个递回数列可以用这两个来表示 他有一个通识跟第一项 他其实就可以把每一项都表示出来 好 好 那这个是我们的第二组的数列 第二组的数列是这样子 他依然 有20个数字 那我们请各位老师找看看 这里的20个数字一样分成两个 有规则的数列 好 那请老师来试试看 有老師找出來第一個 也就是以公比為2的等比數列 有老師在寫出來第二個數列 請問各位老師有看出來第二個數列是什麼數列嗎 是沒錯 就是直數的數列 我為什麼留一個這個直數的數列 就是因為學生跟老師在這個地方 都太容易就直接認為所有的數列都有規則 因為我們給他算的題目都是有規則的數列 每規則的數列 對他來說他就不會在題目出現 所以他後面印象最深刻的 反而都是數列是有規則 所以我特別這裡列了一個直數的數列 就是讓學生如果有超過這個活動 那他就會有印象 其實有的數列是沒有規則的 像直數就是我們找不出他的規則 那當然這個地方如果各位老師有興趣延伸的話 當然還可以延伸到 直數其實現在是密碼學裡面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工具 接下來是我們最後一組的兩個數列 老師可以試看看他這兩個數列是哪兩個 對 對 對 是好 有老师直接用文字来表示 对 完全平方数正方形所形成的数列 跟废式数列 这两个 这总共六个数列 大概其中大概已经包括我们 很常见的各种题目的出现的数列 好 那这个是如果我们请同学去找第十一个数字 如果他都可以找出第十一个数字 那我们也可以确定 他真的是知道这每个数列的关系 那我们我个人觉得在这个活动里面 没有设计的觉得一个非常 觉得有意思的地方啊 反而其实很多数的老师更爱玩的 就是把这六个数列 好 我们都 来用这样扇形放在旁边 好备用 主要是我们让各位来操作 好 好 下一个 好 那我现在这里 去啊 如果他找完了以后 那我这个地方 那我这个地方我就开始介绍哦 那所谓的从递回到一般式 那么在等差部分 因为大部分的学生在国中大概都学多 他们可以看到递回哦 就可以处理成所谓的啊 一般式哦 好 那这个是等比哦 的图示的概念 那 其中的有两个数列 一个我把它叫做三角形 好 也就是各位刚才看到 所谓加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加六 好 这个其实在 我在念高中的时候 其实他在课本里面有叫做堆朵 这个是所谓的三角形堆朵 那四边形的话 他叫做四方 也就是平方数的堆朵 也就是四边形的堆朵 好 其实这个地方三角形 这个数列啊 其实蛮有趣的 他其实是我们在游戏设计上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列 我不知道各位老师知道 这个数列有一个很有趣的特性 刚好跟经济学里面说的边际效益递减 是相反 他其实有边际效益递增的效果 不知道有没有老师注意过这件事情 比如说因为他到最后他每多一个 他会变成加二加三加四加五 所以如果各位老师对玩游戏 或设计游戏有兴趣的话 应该有注意到过这个现象 那边际效益递增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游戏设计里面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希望 他能够累积他的排数变得更多 也就是说一张牌的分数比较少 还两张高一点 三张更高四张 我鼓励你让他形成更长的一个数列 于是这个 就是在这个游戏设计里面非常常用的 因为他可以让他的边际效益递增 所以我们在游戏设计里面常常用这个数列 那这个也是用这个递回关系来算出这个所谓的三角形数列的一般是 那 其实我们基数的数列 其实就可以变成平方数 所以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1加3加5加7加9 它可以是一个完全平方数 那这个是我们用这个图形的概念来看 所谓的 这一个 四边形的堆夺 那废式数列的图示 好 那我们就进入下一个PPT 这个是我们设计的 这个数列卡片的另外一个活动 它是这样子 右边的是 左边的是我们的六个数列 那右边这一边 是有很多 这个非数字的 也就是它的性质跟特性 我把这个移开 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如果是有实体卡片的话 我们会请同学 把这所有的卡片 把这些卡片 放到正确的数列那里去 各位可以看一下 抱歉 因为不能播放 所以有点 好 OK 就留在这里 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画面 然后可以试着 把这里的卡片 通通都 归类到六个数列里面去 好 那我们大概 来让各位观察一下 大概两分钟的时间吧 有一些是比较简单的 比如说它的名称 那有些这里的地回关系是 那当然植树数列是没有的 那要把这个地回关系 放到正确的数列里面去 那其实这是一个 如果同学对这些所谓地回啊 或者一般是不熟 其实它是需要做一个猜想的动作 那我们在这里是把它设计成 活动 一个竞赛式的 那这个竞赛式的活动是这样子 就像刚才那个扇形 也就是六个数列排出来以后 我们会请同学 把它这所有的24张卡片 放到这数列里面去 那么每放一张正确的 他就可以得一分 每放一张错误的就扣一分 如果他不太敢确定 不想放 那这张卡就不得分也不扣分 我们就可以让他变成 一个竞赛式的活动 那这个除了给高中同学操作过 我们也试过给这个国中的资优生 让他们在资优的营队里面 去做这个活动 我发现资优生果然还蛮厉害的 他们几乎大概都可以答对 到差不多20张左右 那其中有一个 这一个 这也是有一次有一个伙伴 完了这个活动以后 特别告诉我这张卡片 我才说有这件事情 我快要又把它加进去 各位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 这个通事 我都没想过 其实因为我们学废式数列 高中应该其实因为 之前有一些活动 比如说这个河内塔 我们大概都玩过一些 这个废式数列的活动 我没想到 废式数列里面 废式数列竟然有一般事 我自己也没想过 结果后来是被人家指导 才知道 非施数列也有一般相 各位老师可以参考一下 那或者是有兴趣可以在google 就可以看到这个 那这个就是它等于是 等于是他们正确的答案 那这个是他们放完了 如果我们希望带领他做一些 所谓的后设认知 我们在这里所操作的 问问同学 有哪些卡是没有办法判断 所以你没有放 那有些卡是用猜的 你怎么猜对的 那你觉得你对分数满意吗 为什么 再做一次 你会不会有什么不同的做法 那这个是 有实体的状况的时候 所操作的活动 那我们给各位看一下 它的每个卡片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它就可以依据这些 如果它的那个六个数列 都列成扇形 那它就可以用这些卡片 来去放置 好 OK 好 那我换下一个 简报 好 那下一个简报 好 好 很想让各位试试看 再试一次 好 还是不行 好 这个活动是应该算是我们修正过几次 你觉得最 不错的活动 那我刚才说 这个体育班的学生 做这个活动 做到都不想下课 我们先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活动 是怎么操作的 好 数字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说 我可不可以把这60个卡片 分给学生 然后请他用他所拿到的数字来 把这些 数列组合出来 不管你用哪一个规则 那也许你可以用越多的规则越好 那所以一开始规定 他使用过的数列规则就不可以再使用 就来发现 我等一下后面会介绍 侯惠泽教授有一个概念叫卡简单 那等一下我们再说明什么叫卡简单 结果发现这个这样设计活动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 也就是我这60个数字 我发出去了以后 那因为每次学生拿到的数字都不一样 所以其实我没办法有标准答案 我还要去检查每个学生 到底他现在组合这些数列是对是错 然后去算他的分数 太复杂 所以后来我发现比较简单的方式 是我们直接就投影出来 固定的数字 那这些固定的数字 我们就使用这样的规则 什么样的规则 第一个 每个数字也就是等于每张牌 只能用一次 每个数列的规则先用一次 那因为这个就牵涉到同学的程度 如果同学的程度比较好的话 我们会建议他每个数列规则只准用一次 这样子他可以运用最多的数列规则 第三个 每个数列的起始值没有限制 只要符合规则 那也就是说他的首相是 几开始都没关系 第四个 等差跟等比不限于公差跟公比的值 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前面所举的例子 等差跟等比都是2 那事实上我们 希望他只要知道这个规则就好 所以我们没有局限他等差跟等比 这个公差跟公比是几 第五个 因为让他思考 所以我们鼓励他用两张牌的数字 可以经过加减乘除以后 当个一个当一张也就是当一个数字用 好 那数列的数字必须要是那个数列里面连续的 哎 因为一开始学生不知道这个规则的时候 他常常会譬如说 好 他把一些数字 譬如说他一三七 他就把五跳过去 他觉得他是在归类数字 不是我们是要让他创造那个新的数列 所以他必须一三五七 中间每个都有 不可以跳高 那这个地方我们所使用的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三角形数列 所以他在单张的牌 我让他扣五分 两张牌零分 要一个数列要有三个数字以上 才可以得一分 应该不是身上牌 应该三个数字得一分 四个数字得三分 五个数字得六分 六个数字得十分 七个数字得十五分 那一个数列以七张 七个数字为上限 那写出来 那应该就不用拿牌 因为后来就是用固定的数字 那你组成了哪个数列 我们让各位老师来试试看 这个就是30个数字 那事实上这30个数字 我第一次其实是用洗的随便洗出来 就后来发现有一些可能要凑一凑 我说一下为什么 那个同学 那几个同学玩到不想下课 因为他们觉得看到一张牌是扣五分 他抵死不愿意被扣五分 所以他使命要把他想出来 凑进数列里面 那我们让各位老师来试试看看 大概给各位大概好吧 这样三分钟的时间 现在52分 那我预计大概到55分的时候 让各位来试试看 可以组合这里的30个数字 按照我们前面的规则 也就是这里的每个数字 各位只先用一次 那你必须要把它组合成 我们刚才前面说的五种 有规则的数列 包括等差 等比 三角形堆夺 四角形堆夺 四边形堆夺 跟废式数列都可以使用 那你觉得有些数字 不太符合你的需求 那你可以把两张牌 经过加减乘除 去组合成新的数字 那这个数字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分数的规则 那也就是说你可以组成越多数字 所形成的数列分数会越高 也就是三角形堆夺的概念 也就是他的边际低震 那让各位老师来试试看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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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老师 有没有 能够凑出来多少分数 这样请问一下 有没有老师可以组合出 35分以上 有吗 如果有的话请在这个通讯栏里面 留言我们来看一下 我来给个奖品 好像没有 那这个地方我们事实上有一个参考答案 那我现在这里就不公布了 那因为这个网上比较不方便 如果是我们给学生做完的时候 如果是我们给学生做完的时候最高的好像应该可以达到4040多分 那这样子这个活动我们就是试着如果同学真的他都掌握了一些数列的规则 那他其实他真的可以试试看 他就实际上用这样的规则去做出数列 那我们在他做的数列的过程里面我就知道他真的有掌握住这些数列 那像刚才我们跟各位讲过 什么样的组合模式比较容易得分 也就是说因为他有边际效益递增的效果 所以他如果能够组成7个数列的数 7个数字的数列 应该是可以得到最高分的 那这个就是他获胜的策略 那其实他应该是他越多长 组成这个7个数字的数列 当然越多越好 相对的那就是不要有落单的 事实上这个地方有一个 对我们数学老师应该来说比较简单的概念 就是说其实落单这件事情是很难的 为什么 因为其实你真的有剩下单一数字的牌 他既然可以两张两张合在一起 所以其实你把两张合在一起 如果你有4张落单的牌 那其实你可以把它两两组合在一起 那两两组合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对 两个数字来讲 我可以说他是等差也可以说他是等比 都没有这个问题 那等差大概我们可能会用掉了 所以其实你可以说这 两个数字其实 其实他还看不出来任何的规则 所以可以说他是等差或等比 也可以说他是废视数列 其实都可以 所以其实那是学生 某个角度来说 他并没有真正掌握一些 数列的概念 否则他应该会知道 他其实根本是不会落单的 ok好 那这个活动 我觉得 蛮适合同学来做一些操作的 那他其实有一个好处 好处在于 他其实不见得一定需要我刚才手上的这个牌 他其实只要公告出来 其实就可以操作 那这个其实就符合侯卫者教授 所说的卡简单的模式 那等一下我们再介绍卡简单的时候 我们再跟各位讲 其实这个活动 为什么这样就可以来操作 那我们就换下一个 有关于这样子 这一组这个卡片 我们还设计了几个游戏 我不知道各位老师 有没有听过有一个在桌游界 还算蛮有名的游戏 叫做达文西密码 或者也有人叫他叫做终极密码战 那这个游戏终极密码战 那个游戏 他其实只要半副的扑克牌 也就是说他只要有一组 1到12红色 一组1到12黑色 他就可以玩这一款游戏 那他 玩的方式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其实他可以换成 用这次数列来玩 那因为用这个数列来玩的时候 他必须要考虑到 这个数列 现在你手上有哪些数字 他可能是哪个数列 所以我其实要猜 那个数字的时候是哪个数字 所以其实这样子来做游戏 其实会比那个原来的终极密码战 难度又更高一点 我个人会觉得还 对我 树里的人来讲会觉得更有趣 那大概是这样子 每个人发四张牌 然后我们就按照数列的这个方向概念 左边是最小的 右边是最大的 那你手上拿的牌 按照次序牌 那有小牌要大 可是全部都是盖着 那中间会有牌库 那你每次可以对 其他伙伴桌上的任一张牌 来做猜测 就是我像我这样红色箭头所指的 你可以对任何一张桌上的牌来猜 每一张都可以 那如果你猜 对了 你就可以从这个牌库里面 多一张牌 放到自己的这一个牌序里面 也就是说哎 你的牌序会从四张变成五张 你就多一张必须 别人必须猜对你 如果你猜错了 你就要把刚才拿了这张牌 打开然后放到你的牌序里面 那也就是说相对的 你的被猜测的机会就提高了 所以 这个游戏就可以这样子不断的进行 你如果一开始的时候猜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继续猜 那每猜对 你猜对别人的 那别人就必须要把那一张打开 那大家彼此互相猜 来到最后 所有 把其他的人所有的牌都猜对 那自己还有牌没被猜对 那 这个人就获胜了 那这个游戏叫做 终极密码战 或者是在做游戏里面叫达文西密码 这个游戏其实在 5-6年前的时候有非常风行过一阵子 那我个人觉得这个游戏还蛮不错玩的 那其实他也就是一个数列的概念 他有数列大小的关系 那他就要 哦 那排库没排的还是可以一直拆别人的牌 拆对就可以一直继续拆 那拆错了自己不用翻开 那全部拆出其他的牌就赢了 那全部被别人猜了 那其实就淘汰了 那这是一种玩法 我还设计了另外一个玩法 叫做接龙 那为什么会想到接龙这个 因为我们知道数列本来就是有顺序性的 会把它由小排到大 所以 只是我们在玩所谓的接龙 也就是排7的时候 到一定从7开始 那因为我的数列里面 并不是每个都有7 所以我们都会希望他从最小的数字开始 也是譬如说 奇数的数列就是从13579 这样开始来排 那这个地方就是说 像这个地方排了13 这个地方可能是6 可能是5的话就是奇数的数列 他也可以排6 那就是三角形堆夺的数列 先排13的时候你还不能确定是哪一个 那可是当你一旦排了他 譬如说他是136了 那他下一个就一定要排 10也就是三角形堆夺 那6个数列就可以各自排 那一样手上的排就会是扣分了 所以在这个里面 我们这个排设计的排上面各位可以看到 他上面有一个像是这个七龙珠这个小圈圈 那七龙珠这个小圈圈 就是他在玩这个接龙的时候 所要扣的分数啊 好 各位可以看到 在画面里面 那为什么要另外设计这个圈圈 就是因为传统的接龙啊 他每个数字就是他扣的排 那可是因为他都只有1到13 所以他扣最多到13 可是我们有等比数列 那一扣就扣512分 这个太大了 所以我们就另外设计一个小的数字 让他都每个都在局限一个范围 不会拿到这张牌就一定输了 那我那时候试过 我们还可以用他来 来凑数列 来用打麻将的概念来玩这个数列 那因为麻将这个就不另外介绍 好 那最后我们介绍这个 电机活动跟卡简单 好 电机活动这个概念是 大数学系林福来教授所设计的 那当初林福来教授在做这个电机活动的时候 那目前大概主要都是以中小学为主 因为高中比较难实体操作 那可是我觉得这个概念 其实即便对高中生来说也是很不错 如果学生真的可以在操作里面学习 那他可以先玩或先操作 完了以后 然后再来学他背后的概念 那我想我那个游戏设计 那个活动 这些活动设计概念 其实就是从这个概念来的 那为什么会形成这样子 就是林福来教授 他的电机活动 他是希望在这个过程里面 学生是可以有所谓的形成速感 那其实我们大部分 在处理这个数学的时候 我们其实很少特意去培养学生的速感 我们大部分都是让学生把这个解题的方式 就记起来 背下来这个解题的方式 那林福来教授是希望说 他们在学这样的数学的时候 他必须要有内在动机 让他很开心的去学这个东西 那可是因为我们大部分 都是用分数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如果是一个 这个成绩不错的同学的话 他其实越容易有成就感 所以他越乐在其中学习 那可是有很多的同学 因为他就是分数不如他的理想 所以其实他就没有这么喜欢数学 所以以至于我们数学 跟英文始终都是这个同学们最害怕的两个科目之一 那另外一个他是希望 在这个师生跟师生之间 能够共学数学 也就是说他们在操作里面的时候 一起去把这个数学的概念发展出来 可是我们大部分都是直接 就是请大家把这个解题背起来 觉得这个发展的时间是浪费 可是这个都很可惜 如果学生真的能够有培养出数感 能有学习的内在动机 然后一起去发展数学 我想这个真的是我们非常理想的学习数学的环境 我应该难度很高 那所以他在这个奠基活动里面 他有提供一些策略 希望我们运用这些策略 来做这样的学习 第一个就是动手操作 所以我们刚才所设计的这些活动 都是可以操作式的 那第二个是游戏 那我们知道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 基本上都是在玩游戏的 游戏本身就有很多内在动机在里面 第三个是有目的的系统性的观察 所以我们刚才那个数列 其实希望他分辨出来 就是有目的的系统性观察 这也是一个基模的概念 也就是说当我们告诉学生一个概念的时候 我们可以引导他在生活里面 重新去观察这些事物 看他在这些事情里面 会不会发现到我们背后的数学 那表达跟沟通 也就是说让同学之间彼此来 练习他的表达力 那练习沟通他心中的想法 最后一个是辩论 那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数学可以直接摄入的比较少 那他设计的原则 有这五个 第一个是引动学生的思考 那希望引起学生思考 保障学生的内在动机 那营造数学感 促进有数感的学习 然后来达成他的了解 这个就是共建数学的概念 透过这个彼此的讨论 然后达成数学的概念 那随时可以诊断 那在这个部分里面 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设计的活动 如果他在第11个数字 他没有办法导入的话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知道 他其实并没有真正的了解 什么是数列的规则 那最后一个是单元设计的渗透 也就是说把我们那些想要教学 融入在他这个操作的活动里面 也就是像我们刚才这些活动 事实上都是以希望学生 能够真正了解数列的规则 为他背后的目的 那接下来介绍的是 这个侯惠泽教授的所谓的 这个游戏化教学 也就是他的卡简单模式 那他说这个地方 他有两个概念稍微做一下澄清 一个是这个乐趣化教学 他也是从Gain这个字来的 那可是他是以教学为主 像我们刚才设计的是 他比较像一个游戏化的教学 可是他不是下面这一个 也就是他不是一个游戏化的学习 也就是说下面这一个 其实是完全比较着重在游戏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在坊间看到有很多的桌游 基本上他最重要的重点其实是希望学生爱玩会玩 而不是像我们这样的操作就是他只是一个游戏化 他其实重点还是在这个教学为主 这两个是有不同的差异 那我们现在在一般来说在坊间里面 在数学游戏化的时候有一些困境 一个是现成的桌游过于复杂 通常没有办法直接用在教学里面 第二个那如果我们想要把这个数学设计成桌游 那基本上是很困难的 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也就是说我们到目前为止也才设计出几个 比较成熟的作品也很少 那如果像现在很多都是坊间 他们直接想把游戏跟现在的教学活动整合 基本上在高中是不可能的 在国小可能比较有比较多 可是在高中里面想要在这些数学的内容里面 要直接有游戏 基本上都是很困难 譬如说三角函数 那本身三角函数其实就是一个 对很多学生来说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东西 所以我们可能可以让他有趣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直接让他变成 跟整个教学是做结合 那第四个怎么样确保游戏 是帮助认知思考跟学习的 第五个要促进分享交流 再利用这些游戏化的方案 这些都是游戏化数学的一个 有难处的地方 那我们来说一下刚才我们操作的那个活动 30个数字要排成数列的活动 那他怎么样的是一个所谓的卡简单 这里所谓的卡简单 这个卡指的是卡片 简直的是简报 单指的是学单 那像刚才那个30个数字 我就可以用一个简报 直接把它投影出来 那我可以把规则也用简报说明 说明完了以后就 就把画面一直留在这三个十个数字上面 那就是让同学只专注在那个情境里面 那其实我们可以不需要那些另外额外卡片 我们就是直接所谓的卡这里的卡片指的是空白的卡片 那我们可以请同学在这些空白的卡片上面把他的答案交出来 那今天因为这个没有办法投影 没有办法使用这个classpoint 那如果我们可以使用的话 那其实我们及时的互动 就是直接在这个classpoint里面去回答 就是直接在线上回答 或者像各位一样 直接在这个通讯栏上面做回答 那就可以及时的互动 我们就可以及时看 那只是通讯栏有一个 这个比较不方便的地方 不方便的地方是我们没有办法 阻止其他人看到答案 比如说如果我们是用个别化的 我们可以不把答案秀出来 大家都只对着老师来做佼佼 那这个卡片的好处就是这样 其实大家回答完了以后 其实大家可以把这个卡片交给老师 那其实我们可以保证这个答案 不是被其他人看到 那我们就可以确认是不是所有的人 其实在这个活动里面都可以达到 他学会的这一个概念 那学单 那其实我们这整个活动 其实是有学单的 那这个学单其实是有助于 他在一步一步呈现的时候 他可以去回顾这整个过程 那等一下我们给各位看一下 那我们这个活动 其实在我们学校的数学科里面 我们其实有把它发展成一个所谓的 学校的为课程 那这个是侯教授的设计的概念 他是建议有这六个 那是不是可以在这个活动设计里面 达到这六个效果 那这六个效果 为什么会有游戏化 主要他有掌握这些游戏的概念 你说如果譬如说我们希望学生学到情境脉络 那在游戏里面好玩的很重要的是一个自由度 那你就说你可以把这些去穿插成不同的情境脉络 就像譬如说我们刚才在卡片设计里面 我们并没有局限他只准使用哪个数列 或者说我们希望他可以最多五个数列 我们可以跟他说每个规则 可能譬如说可以用两次 我们让他自己有一些自由度 他可以选择使用哪一个数列 我们并没有完全局限他 那这个是在游戏里面的自由度 那我刚刚那个游戏就没有办法做到不确定性 你说因为我固定给他那30个数字 如果我今天的卡片 或者我的数字是完全可以用抽的话 那他这个地方就会有不确定性 那通常不确定性是游戏有趣 一个很重要的要素 因为他这样子他才会有一个 几率的概念在里面 那因为通常有几率的概念在里面 他就会觉得哎 我不见得每次都运气这么不好 他会变成有一些有运气的成分 所以也许就可以让有一些 平常数学不好的人 他反而因为几率 我就是赢了可以让他在里面获得新的成就感 那希望他能够更好玩更深入 那就是这些游戏有没有办法再发展 让每个同学都有机会做思考 然后自己可以去发想到不一样的东西 比如说他可被设想到除了这六个数列以外 你可不可以有其他的数列 你可不可以发现其他数列的规则 然后运用在里面 如果可以 那就表示他在里面有发想出新的东西 那我大概最后好介绍一下 我们学校这一个活动 我们的学单 好 那这个学校 这个就是我们学校把这个活动 发展成我们学校的微课程 第一页是游戏说明 设计的淡秀 那我们就是这样子 这60张卡片 然后 从我们PPT一样是按照这个次序 从学数列 生活里面开始引导出数列 然后第一组的两个 20个数字 然后请他排出来 然后找出他的地回关系 然后把数列填进去 然后同时填入第11个数字 然后写出这个地回关系 这是第二组的20个数字 那这是第三组的20个数字 于是这样子就有这60个数字 好 好 我们请他们把这些数 这60个数字 的每组的10个数字都填进来 让他复习一下 然后我们刚才说 那24个希望他找出规则填进去的 就是放在这里 这个就是我们那30个数字的活动 请他把这个分成最多5个数列 那他所使用的规则是哪一个 那他用了几个数字 所以他得几分 那这些是他的心得脉络 那这个部分是游戏的部分 我们刚才说的数列密码 就是达文西密码这个活动 这个是接龙的活动 这个是麻将的活动 那其实这样的课程 在我们学校实施 我们发现大概我们的微课程 因为我们学校设计微课程 是分成三段 每个都一段 所以因为大概18周来讲 也就是说每个微课程大概6周 所以我们这样子的活动 就是让学生可以大概操作到6周 那事实上我们发现 其实前面的介绍 其实还蛮 每个活 介绍其实不花时间 可是每个活动如果要操作 其实都要花蛮久的时间 所以其实这样子让他们在 在游戏在操作中 能够同时学一些数学概念 那整体操作起来 我们可以发现 学生大概都还蛮能接受的 甚至在几个活动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同学是欲罢不能 尤其是在操作游戏的时候 所以我们大概在这个活动里面 我们也发现 其实我们数学 也可以在学校的微课程 或者是所谓的校本课程里面 有一些操作性的 让学生觉得有趣的活动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学校可以继续发展一些这样的东西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欢迎老师们来做交流 那我等一下会把我的mail也放在通讯录里面 如果老师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操作起来任何的问题的话 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做一个后续的联络 那我今天的报告就先到这里 看看各位老师有没有什么问题 感谢各位 伙伴们 我们另外一位讲师 柯立威老师 他已经到了 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 那就交给柯老师 那现在请柯老师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曹教授 各位伙伴大家好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模组是这个数据分析 那我在要开始这个分享内容之前 我想就先简单的先自我介绍 那这个各位看到这个标题 或者是看到荧幕 就知道这个已经来到这个我们说的 像半百人生了 那其实该是教数学这么久 然后这些年我总是觉得 在因为参加研习或者一些计划里面 其实都是因为有这样的压力困难挫折 才有机会造就我们一些成长 跟这个经历 那像目前 我自己参与的这个学校的专案 有一个合作学习 或者是其实数位阅读已经结束很久了 但在这个数位阅读里面的这一些 应该是说教学的策略 其实带给我之后在教学上还蛮多的影响 那像现在目前学校在推双语实验 所以我有一个这样子的班级 因此应该是上礼拜或上上礼拜 只是我报名的一个这样的研习 那我不知道有没有在场的伙伴 一起跟我参加的那一场研习 它也是线上的 那双语大概是希望能够在我们数学教学里面 融入英语教学 那其实我自己的应该是说 英文能力其实还蛮低落的 所以要上课之前 其实我想尽了很多方法 想说说服自己 或者告诉自己说 其实我可能没有办法 后来印着头皮 到了其实要上课的前一刻 我还说服自己说 不然不要好了 我找了非常多的理由 那最后印着头皮去上了那个课 后来才发现说 在课程中其实我有很多的收获 想一想也没有这么困难 那我想就用这样的一个经验 来勉励各位老师 是说我想今天各位来参加这个研习 也可能都因为你就是要上这个补偿教 补强教学的这个部分 那也许呢 透过我们大家彼此的一个分享经验 或许在你的这个教学里面 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经验 或者是感受产生 然后在我们在教学上 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样貌 好那当初为什么会 会有一个参加这个补救教学的 一个这个团队的一个经历 实际上在应该是说 像这一 我说应该是说像这样的一个标题 然后跟这样的一个话题 的确造成了我自己的一些 应该是说感触 那我想我们先透过一个这样的影片 也许他就可以正正呈现我当时 看了这个的时候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想法 晚晚四三年 成绩是全世界最多学生的小学 百年历史的老学校 台北市老松国小 经济过人口爆炸的岁月 也走到了少子化的今天 那时候全校的班级数是一百五十八班 那学生人数是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位 那时候的记录其实可能是 目前台湾各级学校没有办法录下的 那时候谁想得到找子化 会逼得原本该在教室里上课的老师 走上街头整半碗 街神宝宝的副产科医师改做美容 幼稚园托儿所找不到学生纷纷倒闭 很多人的生活就为这个名词 一时间出现剧变 两个家叫我三个不算多 真的吗 四个也没关系 哈哈 孙教授他是半个世纪前 台湾家子进化口号的发起人 现在改口要大家多生小孩 还记得吗 民国四五零年代 台湾曾经创造出 纵生育率高达七的世界纪录 那时大家不是生个半打十个 真才冒国 六零年代才改口 一个不嫌少 两个恰恰好 哪想得到 九十年代的户履停产了 今年总生育率跌破了百分之一 只剩下零点九四 又成了世界第一 现在还要花钱响口号 让大家生小孩 孩子是我们的传家导 问民众谁听了会响声 所以就是这个影片 其实有当时其实这是十年前呢 比如说我们在学校经常面临到这个 就是说班级数 老师超尔也许这有少子化的问题 但是像这个 金周刊 他以一个这样的标题 觉得消失的台湾人 他觉得说 这一个他会比地球老号更危急 所以他打了一个标题 就是说一个都不能少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 应该是说 这样的一个一篇文章 其实当时有让我觉得很震撼 所以我就觉得说 也许在这之前的教学历程 我们很多都把我们的精力 放在前段的学生 所以那时候开始起 我就觉得说 或许我们应该 要改变一个教学方式 然后在学生班教室的 孩子慢慢变少的时候 我们可以让每一个孩子 都可以让我们带上来 都可以学习 所以当时我就开始进入了这一个 应该是说 我就开始关注像这样的议题 那刚好有机会 刚好可以进到一个这样子的 我们说这样 不就教学的一个团队 然后在这个团队里面 我们开始讨论说 我们要用什么方式 可以让 让我们的就是孩子 可以不放弃学习 能够学得更好 那在做整个课程研发之前 我想有非常多要考虑的因素 可能有像我们的教学的对象 即使说补救教学 我想在场有100多位伙伴们 其实你们面对的对象 我们也许我们100个人都不尽相同 所以采取的选用的教材内容 所使用的策略 所使用的材料 我相信也都不一样 那今天其实我自己在要上课之前 我就想如果只有听我一个人来说的话 其实我就只有 应该是说我就只能分享我自己的经验 那只有我面对的学生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待会呢 我们会有像分组的部分 然后大家透过讨论 我想透过我们大家彼此之间的讨论 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学习 然后增加我们更多的一个教学能量 那这个地方我们如果从理论来看 这个补救教学成功的要件 其实有非常多位学者 他们的研究都显示说 学习成就低落的学生 他们是无法自行发现隐含的规则 因此他们需要明确的教学方法 并教导其学习策略 才能使他们成为独立的学习者 好那所以就这个理论 其实在各位在教学现场一定会发现 其实就我们老师而言 我们其实能够很容易的在 应该是说一个教学材料里面 很快的统整出一些归纳规则 好那这些归纳规则 不只帮助我们解题 尤其我想我们会比一般 应该说一般学习者更快的 我们还更能应付考试 可是学习成就低落的孩子 真的要做这一块是有点困难的 那尤其我在像我现在高一 有上一个社会组的班级 我的学校是一个完全 应该是一个社区中学 所以学生的普遍的一个程度 是在比较算中段偏后 那我刚好 然后如果是分组在社会 社会组的班级又稍微落后一点 那我在这一次应该是说最近的一个上课中 我就有发现一件事情 我举例一个像这样的一个策略 比如说我要教学生配方法 那我们可能让他从惩罚公式 去理解那个完全平方的概念之后 其实我发现对他们来讲 应该是说练习后的成就状况不是很好 后来我就想说那我给他一个比较明确的规则 那让后面就是应该是说 后半段比如说考不好被我流淌的学生 那我就希望说你们就按照这样子来做 结果在一次练习之后 那有那个就是应该是说 学习成就非常不好的学生 他就跟我说 老师你以后都考这个提配去 这是我给他们的口诀 然后我一定可以考得很好 我简直是这种提配去的天才 他充满眼神闪烁着成就感 跟我讲这个话 其实是有触动我那么一点感觉 就觉得说也许我如果不再讲那么多的原理 先给他一个简单的一个方式 然后让他去做练习 是不是数学的这个学科对他来讲 或者是他原本觉得他真的难以掌握的 是会比较简单 那我先分享我就是最近上课的这两个 我就用了这个方法 好第一个我就跟他们说 你要提怎么提呢 对前两项提 然后提二次项的系数 那像我就希望他们能够 这个策略讲了之后 他们可以用语言的表达告诉我这样子 所以第一个动作 然后我就一步一步 然后每次问他们提的时候 你该做什么事对几项提提谁 然后再来在中话里面配方法 好那在中话里面配方法 我就把这个空留下来 把这个空留下来 那让他们从这个地方 好他们 当然是他们之前的基础 是要能够被合的平方或叉的平方的这个公式 然后希望他们从这里想 两个相乘的两倍会是这个-6 所以这个数应该就是-6的一半 好让他们先填出这个地方是-3之后 然后我就会要求他们说 你在下面先把这个公式写出来 那这个公式跟你这个中括号差9 所以扣掉9 好让他们填了这两个位置 然后接着去掉中括号 去掉中括号 然后得到这个结果 好那我就一步一步要求他们做 然后希望他们每个人 我只要他们做错一次 我就要求他们把这个提备去的内容 是什么说给我听 他们到他们朗朗可以上口之后 大概一节课 一节课12个同学 几乎都可以 都可以正确的完成 像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那接下来当然他们有画图 找顶点找对称轴 好看最大值最小值的问题 就会从这里延伸 那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我发现只要是整数 只要是整数 好对他们来讲 就不太有太大的出入 那接下去呢 接下去因为我们在找这个 三次好三次函数的一个对称点的时候 我就想说二次函数配方法的成功经验呢 就支持我希望要求他们再多一个 好那我就因为他们有之前的一个这样的经验 所以在背完合的立方跟差的立方公式的时候 那就以刚才的经验来做 好对两项题好题二 然后再来呢 在中国配成立方 好所以配成立方 那配成立方我要求他们自己先写的就是这个样子 好所以这个地方 好这个地方其实一开始 其实我有让他们记得你要三分之一 好找到三分之一之后 那你写出了这一个 差的立方公式 那多跟这个中括号来比多了这两项 你把这两项填进小括号 所以提配去去中括号 好那一样 如果没有二次项系数 我就跟他们说 有提就有去 好没有提就直接配就不会 没有提就不会有去 好那得到这个结果 那第四个配呢 我们就说你要配合前面三次项 写一个一次项的s-2的这个平方 所以这个s-2这个配不是配方法 是配合前面 配合前面 那因为上面算出来是-19x 所以就可以填上这个系数-19 然后再去调整这个常数项 比如说这里是 正38那上面53 那这里应该补多少的差异 好那就得到了这个结果 然后找到对称点 好像这样子呢 就是我们上课的一个策略 好上课的一个策略 那我想各位伙伴 你在你的教学经验里面 你在你的教学经验里面 应该也有像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策略 所以我们待会分组的时候 分组的时候我们就会希望每一个人你都去分享呢 每一个人都去分享一个策略 那我们会请各组一个伙伴来 简单的报告 大家在这一组里面 你们觉得你们可以票选三个觉得 真的在补救教学上非常好的策略 那我刚才看过了 我们如果分十组一组能够提供三个很简单的一个策略 我想我们今天共同的学习就会有三十个小策略 也许在你的课堂用得到 或许你已经在用的 好那我想这都会给我们大家互相的一个帮忙 好那再来就是因为我们分组了 大家既然有机会在小组里面的时候 我们待会就希望说我们有多一点的可以讨论 所以除了这个策略以外 那我希望各位待会在分组的时候呢 列举你去遇到需要补救教学 给你的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学生 比如说他的学习非常低落 那因为你可能透过什么样的方法 让他有什么改变 或者你观察到他有什么 让你一直都印象深刻 不管是进步退步 或者你觉得你用什么方法对他来说 他好像都没有办法也都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待会的分组里面 我们会希望说这小组里面呢 大家有提供到一个你觉得很特别的 就是你觉得你还不错的策略 跟一个特别的学生 好那在这个地方 像我们说到研习 像这个表格 这个伊纳绝教学表格 其实也是我们在这个补救教学的 这个研习跟讨论中 这个新鸣的这个一个 老师提供我们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很不错啦 所以各位其实你只要Google就可以看到 就可以找到这张表单 他这张表单呢 就是帮我们找到这个学生的这个 学习偏好的一个评量表 他叫伊纳绝教学法 那他总共会有24个问卷的题目 比如说我发现写字有助于我的记忆 然后呢 有五个等级 那我们就填在这一个 那当我的这24个题目都做完的时候 我们去加总 加总就可以评论 就是说我们就可以了解自己 到底是视觉学习者 或者是听觉学习者 或者是肢体运动的学习者 那不同的学习风格里面呢 都有他们习惯的喜欢的学习方式 所以你也可以就一个这样问卷的结果 来选择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提供给你的孩子 那是因为有一个这样的方式 我想针对他的学习风格 那他也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学习方式 倒是我有遇到这个玉珍老师 他有像刚才因为比如说我刚才举例了 配方法的 像我的这个策略让孩子透过这样子 那他有一个很不错的 他比如说他说 一半补平方 一半补平方 那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口诀 其实就是帮助我们低成就的 就是说孩子呢 他先透过一个这样的策略 让他能够掌握一个计算的一个方式 一个方式 那当然呢 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呢 再来慢慢把他的这个理念 让他慢慢的这个强化 慢慢的强化 好那接着呢 我想 本来我想要先透过这样的方式 让大家能够对我们 目前所面对的一个 比补救教学 孩子的一个太阳 比如说像 刚才玉珍老师 我为什么一直举例他 刚才我刚好有跟他对到话 他像他认为孩子对于那个一半 我们觉得那个 三的四的一半 他们能够很快的理解是二 那像三的一半 可能他们就没有那么快 能够像二分之三 这种很直观的一个概念 还有在平方的地方 也很容易出错 那的确这个地方都是我们 觉得在补救教学 可以让他们慢慢熟练熟悉 但是像这样的一个状况 他们会经常出错 可是当你个别问他的时候 他好像又不会有一个这样的问题 好那我想接下来 我们先就 我要分享的这个 应该是说 设计的这个教案先做分享 然后我们待会如果有时间 再让各个分组的伙伴 如果各位有讨论的 我们再来进行更一个广度的讨论 好那我们对于一个补救教学材料的要设计 好像刚才有佩琪老师说 应该要先知道我们的一个要教学的内容 然后抽取他比较简单的东西 抽取他比较简单的东西再来教概念 所以当时我要做这个数据分析的一个设计的时候 我大概自己有掌握 就是说我已经把它设想 我要对我们学校的体育班同学来上课 所以我当时设想的就是说 我要用语言来要教这个数学的观念 就是他们可以用说的告诉人家说 这个概念是什么而不是用写的 比如说他可以写出标准差的公式 不是这样因为我觉得他们没有办法 用数学的符号精准的描述 即使他把它背起来对他们来讲 也可能是没有意义的 好所以我希望说他们是能够用讲的 来讲述这个观念 第二个就是他有用工具来得到一个结果 就是能够使用工具 第二个就是他会有一些尝试的建立 尝试的建立 所以整个教学过程 我希望弱化用代数进行公式推导的部分 所以整个教材 我们都没有做任何公式的一个推导 没有做任何公式的推导 好那这个是大概我当初 当初主要的三个一个的设计理念 那我希望提升他们在日常生活中 对一些数字资料的一个整理能力 然后判断分析 那其实我觉得 像整理能力跟判断分析 我觉得对他们来讲 可能都慢慢的有一点难度 当然是有点期许 那至于后面希望融入的一些议题 或者是能够有一个素养导向 大概是希望说 如果有用的伙伴 或者我们使用到的学生程度稍微高一点 他会有一个往后发展的状况 那这个理念大致底定之后 那我就要就我自己教学的一个课程 先做一个架构 因为我预计12节课来上 12节课来上 所以我就希望说我在一尾的时候可以上什么 二尾的时候可以让学生知道什么 因此我就先做了一个这样的课程架构 比如在描述的时候 比如说图表的编织 然后他们能够理解平均数跟标准差 然后在分布的时候 能够知道中位数 能够算四分位数跟百分位数 这三件事 那分析的时候能画散布图 能够利用工具求相关系数跟回归直线 那实际上到了相关系数跟回归直线 我觉得就是说在教学的过程到这里 其实对他们来讲就有点吃力了 那这个过程中呢 我都利用Besmos的这一个工具呢 让他们进行验证 进行验证 那我希望他们用熟悉之后 那因为这个手机的这个APP的工具 就让他们希望他们能够生活中可以用得到 好那我大概六节课的分布就是这样 第一节课呢 就是我们统计的概念 他们能够做图表的制作 或者能够阅读图表 那第二节课他们可以去算算数平均数 跟找到一组资料的中位数 那第三节课呢 可以知道那个合状图 合状图 然后跟算百分位数 第四节课呢 是能够计算标准差 然后跟算标准分数 那第五节课呢 是散布图跟相关系数 那第六节课就是从回归直线呢 去做一个回归的一个预测 好那这大概是整个课程的架构 好那这教学计划我们待会 教学计划其实就跟我们刚才的进度一样 好那整个的一个教学策略一开始 我当然希望用影片能够引起他们的动机啊 然后希望有一个融入一个阅读理解的教学策略 希望学生能够培养他们自学的能力 那提供这个情境能够引导他们批判思考 那这三个部分呢 待会会透过上课的这个PPT来跟各位说明 好那这个地方呢 我来换一下 更换一下我们这个上课的PPT 好所以我们整个上课呢 我们就透过一个这样的简报 比如说第一节课的时候 那我要引起动机 因为我当初设定的就是上体育班的同学嘛 所以我就想说那我要引起他动机的地方呢 最好能够跟体育相关的 那刚好运气很好 就是魔球的这一部电影 他刚好在讲数据分析 然后又是一个跟运动比较相关的背景 那当然我们就说先来看电影 但是一部电影这么久啊 我在想他们可能没有办法 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在补救教学的12节课里面 放任何一个时间 那电影呢 透过老师来讲 其实又不那么精彩了 所以我们的两个方式 两个方式的建议方式 或者是各位伙伴以后再编注这样的教材 大概我的两个方式 一个就是预告片 那一个就是说电影 那也许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来试试看 这两个有什么差异 好所以像我就透过这样子来引起动机 但是比如说预告片的话 他是截取电影里面几个片段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很容易看到 他其实透过数据分析去打球 所以其实相对我自己觉得 都对体育班学生 当下他们其实是有一点 应该是说有点被触动 这个跟他们的一个比赛能够引起动机 然后前面但是比如说 比较没有办法看到隐含性的 也许他只是受了音乐 或者里面的一个持续的震撼而已 然后就比较没有办法了解 大概是整个故事的内容 因为预告片有时候也只是 会是吸引观众要去看这个电影而已 所以有时候说故事虽然会长一点点 但是他其实可以比较讲到里面一些概念性的东西 当然不是数学的概念 就是说是一个故事的故事的描述 就是说当我播了预告片的时候 因为我一直认为我们的 因为孩子应该很多人都看过 甚至现在在场应该有很多伙伴都看过 但是当时我播的时候 我没有想到我们的学生几乎没有人看过 因为在他们的生活经验里面 好像比较没有看电影的这件事 但是有引起他们的好奇心 所以当时我是用假期 我忘记是寒假还是暑假的晚上上课 所以隔天在我下一次上课来的时候 他告诉我们说 他们隔天就请射尖 请射尖载了这一部片子 让他们从头看到尾了 好那他们从头看到尾 就有看到这个小胖成功的经验 他成功的可以打赢这场胜战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引起动机的另外一个部分 因为我还蛮希望 他们可以做一点点阅读的 因为不管是不是只有数学 他们平常都是一个用很短时间 希望很快得到答案的一个状况 所以再来 既然他们已经都看过整部电影的时候 那我就会希望说 他们去阅读一下这些分析师 对这两部球的一个文章 所以在上课的应该是说 我利用的上课时间分组 然后让他们去扫了这个下来读 然后他们有稍微去讨论到 比如说他讲就是说 新的方法一定会比旧的方法好吗 真的是靠统计可以打出 或者是靠 尤其像现在流行大数据的重点 真的是打球的胜负可以靠大数据吗 好那这一个他们讨论各有利弊 那因为在电影里面 他们已经看过电影了 所以在电影里面呢 这个经理其实他们在中间有一个 应该是说刚才影片中也有出现的一个 应该是说这个叫做 应该是叫做董事会 因为他想要争取 他想要争取这些董事们的支持 好看是 尤其当他跟那个总教练的概念不一样的时候 概念不一样的时候 那我就让学生在现场呢 他们就当作是一个这样子的董事会来开会 好那这个董事会呢 就是要表决说你会赞成用Bili呢 找这个小胖来的一个方法 不用用那么多的钱 但是呢 可以就是透过这样的安排选出胜举来 还是要买明星球员 但是比较少的人 好这时候呢 我让这些体育班的孩子呢 都是这里面的董事 然后在这个经验跟数据中 我们希望说 你们来分析这个结果 他们会怎么抉择 好那结果答案即将出了 我想说在我还没有宣布当天 他们的表决结果的时候 那现场的伙伴我们来猜猜看 你觉得他们是会觉得经验跟数据 经验跟数据的比例 赞成用经验的 赞成用经验的就是用这个教练嘛 用总教练的方法 要买明星球员才可以用 那数据的时候就是用小胖的方法 你觉得赞成经验跟赞成数据的是 几比几 来我们来我们的那个通讯栏 我们来我们的那个 讯息栏留猜测好吗 来各位伙伴 请你帮忙了 你觉得几比几 我们办我们以10分好了 如果你觉得8比2 我们新华老师给我们答案9比1 好丙佑老师 2比8 7比3 6比4 好所以各位伙伴在陆续回答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会 现在有两位伙伴 有两位伙伴 一个是佩琪 一个是应该是荧幕写 学科中心助理 是不是佩琪 对佩琪 佩琪你有麦克风吗 余佩琪老师 佩琪老师你有麦克风吗 如果有你可以开麦克风 跟我们聊一下 你为什么会觉得10比0呢 佩琪没有 那这一个应该是学科中心助理吗 你也是写了10比0 你可以开麦克风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 老师好听得到吗 可以可以听得到 没有我10比0是因为我们学校刚好也有篮球队 其实在制式的球队里面 他们补充性蛮高的 然后他们对于 对于可能是他们的背景因素吧 然后他们很相信的是他们的经验 就是说他们觉得 他们觉得在重要时刻还是应该要选择 就是有实际战机的人 所以我是用这种角度出发 谢谢 的确因为当初我在做这个的时候 我觉得看了一部这么激励人心的电影 的确他们我们会认为说 他们的经验 他们对教练的服从 要轻易的改变是没有那么容易的 只不过是投票出来 在我们说要看过这个电影 在情绪激扬之下投票出来 他们还是全部一面倒的认为经验 也就是佩琪跟老师这样10比0的一个 10比0的一个这样的经验 那的确有除我意料之外 然后意料之外 所以也就是说他们长期都在体育团队里面的信仰里面 跟我们可能有使用这个数据经验 像比如说像现在大数据分析有非常多的人 有非常就是说 有些人其实都是在做这种分析 或者是说像大家现在比如说在预测选举的结果什么是 大家是非常信任我们说这个统计的结果的 可是对这一群孩子来讲 他们看完电影之后 他们还是相信教练讲的还是比较有幸福力的 所以他们在这一个应该是说 他们变成在这一个我原本想说 引起动机然后让他们觉得学习这个可以帮助他们之下 可是在这一个之前 他们其实是还是完全认为经验取胜 好那再来就是我们的课大概就会开始介绍像数据统计 然后比如说数字的分组 这都我们的一个上课的材料 那像我们就会去跟他介绍这一些图 那这些图可能都是他们在国中曾经学过的一些图形 那我希望这些图形他们能够看得懂跟理解 理解它是什么意思 那我看孩子绝大部分像长条土脂肪土或者是原面积土 即使他不会算这个角度 但是他们大致能够理解他们的意义 但是如果到比较抽象的数学 比如出现了person或出现这样名词 累积相对次数 他们其实有时候就没有办法读得太懂 甚至做转换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以我这个体育班的学生来看 像这样的一个图 这个累积相对次数 比如说我要问他们60分到70分的 大概占百分之几 这里面可以答对的人就不多 所以也就是说在生活中的图表 如果像稍微有数学的运算的意涵在里面 对他们来讲就开始有难度了 好那至于说像我们就 我想说既然要让他们生活中更活化 所以我就从行政院主记处里面 挑了一些像这样子相关的图形 让他们来试着说说看 来看这个图 他们得到的一些讯息是什么 讯息是什么 那当然回家的作业里面 回家的作业 应该是说下一堂的测验里面 我们就有一些图要来回馈 他们觉得这个图形 哪里可能可以更好 因为像这些图都是要来找茬的 来找茬的 但对他们来讲其实这样是有 应该是说有比较高的一个难度 有比较高的一个难度 那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像因为这个图形的制作里面 他有特别提醒说 当他是一个3D的图2D的图 会因为我们的生理的一个视觉的影响 造成他对应该是说量的大小感官是不同的 所以因为在讲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就刚好 有时候刚好我就也看到了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应该是说 一个我们说的素养考题 素养考题 那对他们来讲 他们常点披萨 那因为在讲述这个3D2D的概念的时候 那我们就顺便也把这样一个应该是说一个素养的概念 来跟学生来分享 像这个我们说9寸的披萨 他说你买两份5寸的呢 我已经多送你一份一寸了 好那所以这样的应该是说这样的东西 其实充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那我们就透过这样子 让他用数学的观念去练习一个计算 练习一个计算 然后能够理解 理解这个面积体积之间的 这个跟长度之间比例的一个差异 好所以应该是说第二节上课之前 的那些测验就是想要让学生说 其实我画一个数据的图 除了吸引别人的一个应该说美感以外 我们应该还要注意哪些事 所以刚才的说来早茶里面 当然就是有标识跟说明 那因为简报里面的图有稍微小 所以各位老师刚才可能看不到 可能没有办法看清楚那个部分 就标识跟说明 但是这些题目其实在我们主记处的网页上 有还蛮多的资料可以提供我们使用 好然后他就说要让重点是要让数据很醒目 所以我们看到的 就是说我们做的这个图表 重要的是数据本身 而不是艺术的一个创作 那再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眼睛会捕捉到什么 就是所以我们在选择刻度的时候 像有一些2D 3D的效果 会造成我们对数据的一个误解 好那再来就是我就想要借着一些图 来了解学生对于统计量的理解到哪里 所以当我放这个图的时候 他说老包卫利弊是因为他不懂统计 那在场的孩子对这个图跟这个理解 几乎都没有问题 他们能很快的知道说 那个因为有深有有深有浅 人家写的只是平均数 所以他就是就是说这个平均深度 这个平均深度 他以为比他的身高还要低 他就不会溺斃了 所以对于平均数 我觉得孩子都可以理解 但是呢 这个理念 比如说刚才说他们可以理解算数平均 所以他们可以知道说 他们的数学成绩 第一次断考的数学成绩的平均数怎么算 可是呢 对于他们的加全平均数 那我们这个已经到高额的 高额的 这里面可能因为混合 我们整个体育班的团队一起上的 所以呢 其实里面也有高额的同学 但在场没有一个同学 可以回答我加全平均数 所以也就是他们觉得 他们没有办法 能够清楚的表示说 他们在 月考成绩中 数学的一分 数学因为他的结束可能有四节课 跟公民的一分 这两个 这两个在全数的比例是 比数是不同的 所以大概他们的应该是说 他们的一个养成大概就只到 算数平均数而已 好那再来就是 那我们就要开始做练习了 那当然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在编一个教材里面 我们会针对对象 选择我们的教材跟策略 那所以我刚才 刚才我们就觉得我的教材 因为我引起动机 既然用跟体育相关的 所以接着的教材里面 我也都尽量希望 以体育相关的例子 来让他们做练习 那除了体育相关以外 就是希望以生活中的实力 因为我既然都已经让他们 要使用计算机 使用工具 所以我就觉得 我没有必要再去把这个数据 美化成一个适合考试的题目 所以当时我就选了这两位 选了这两位 现在有伙伴告诉我是 不是照片不是 师 师老师 老师不好意思 因为那个 所杀是富邦的洋将 那个在教材全内打 那个是semi-sosa 那个应该没有来台湾打过职棒 老师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是说 你是说右边这个图片不是所杀吗 这个应该不是semi-sosa 对 好 所以也就是说我太棒了 所以这样子就知道 我不是一个职棒的派药者 所以你是说跟麦奎尔 激烈角逐的并不是这位所杀吗 对 好 谢谢你 你打死你所杀应该就会 好 所以我那时候真的 好 那谢谢这位老师 因为我当时找这个麦奎尔的 资料的时候 是因为他有一个这样的记录 那我就想找到首杀还有来台湾过的 那对学生更引起动机 那我想我们刚好上课的孩子都不像这位老师 对职棒有研究 所以他们也没有任何人告诉我这件事情 好 那这是我今天最大的收获了 好 那所以我利用了这个麦奎尔的这一项 他的比如说他这个打了这职棒的生癌里面的这个数据 让孩子去计算平均数中位数跟重数 那当然我就是说拿这个资料 然后这个资料呢 应该是说这个资料没有经过设计的 这个资料没有经过设计的 那我也请学生说当他在看资料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特别的 就是说他在看资料有没有敏感度去发现 那至于这两年比较低 他们就都会有发现 为什么当然的确呢 当他发现这个资料奇怪的时候 这个是他自己 这个应该是说 这个应该是说 这麦奎他本身受伤了 然后这个是刚好遇到球员罢工 所以会在这个地方会比较低 好 那再来呢 我们的验证里面 我就会希望利用Desmos这个工具 让他们来做一个验证 本来他们去算平均数 都是用手机里面简易的计算机 去做加加减减的乘储哦 但是呢 这一个 这个Desmos的话 就是我们觉得是他多一个APP 那我一开始要写这个教案的时候 我担心他不会下载 因此呢 我就找了一个一个的步骤 我发现我多想了 因为我只有把Desmos写在黑板的时候 都不用这张投影片 每个同学都在玩的 所以其实现在数位的工具 我觉得对孩子来讲一点 问题都没有了 好 那当是进入了之后 他其实要使用这一些的话 可能就是我们就得透过一步一步的工具 然后再来就是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中文化了 那当时他们在上这个课的时候 的这一个表格呢 都是英文 那都是英文之下 对他们激起了他们另外一个成就 他觉得说同学都只知道平均两个字 但是他可以用命的这个字来算 他们自己觉得还是多的一个学习 应该是说体育班的孩子 有时候他在某一部分 他就觉得这样可以展现他的成就感 所以他们还蛮认真的把这几个单字背起来 好 那这个就是怎么去使用这个工具 来算算数平均数 来验算中位数 那实际上他们刚才已经都在纸本的部分 像中位数 他们重牌都在纸本做过了 那现在只是透过这个工具来验证 透过这个工具来验证 好 那这个我们 那接下去的大概 每个我们要介绍的一个概念 我都是透过这样 比如说我先用一个一组应该说 原始的数据 然后让他们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做完之后 透过工具 透过工具去 透过工具去做验证 那这个是大致我们的 应该是说这个是上课部分的讲义 那我们再回到 好 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刚才说利用影片引起动机 然后呢 比如说这个希望融入阅读理解策略 培养他的自学能力 那所谓的这个地方的阅读理解策略 他有五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摘要 比如说当他阅读了一个文本之后 他可以从里面截取出关键的讯息 那第二个就是提问 那提问可能是孩子自己觉得在里面发现什么问题 或者我们老师开始协助他 问他问题来思考 然后他找到解答 那第四个是澄清 就是他对他的答案可以说出他根据的理由是什么 好那最后呢就是反思说这一个 他的这一个得到的这个结果是合理的 然后做一个应该是说最后是一个评量 就是说他澄清他自己的一个观念 所以如果我们他在这个学习上都有一直透过这五个 养成这五个步骤的习惯 慢慢去培养他自己的一个自学力 那再来这个提供情境来引导他批判思考 就是像刚才我们说 我们做了一个这个 做这个董事会的模拟 让他去思考说他可以怎么选择 他可以怎么选择 那提供真实的实力 然后比较势力 就是说当有两组数据的时候 我们会有两组势力来让他来做比较 再来就是使用工具 使用工具做验证 所以这个是大 这个刚才的这个部分就是 大概我们整个课程里面用到的一个技巧 好所以当我们这个 应该是说材料设计好之后 接着我们就是要进到课堂去 那在课堂里面我自己觉得有几个关键的 就是说在补救教学的课堂里面 第一个他人少 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学生 因为他来就是他在学习上有某部分的困境 那其实每个孩子的困境都可能都在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们应该要能够在上课之前能够认识学生 那第三个就是第二个就是要约法三章 我们的规则是怎样 你一定要有做过练习 其实你从头到尾都听老师讲而不投入练习 我相信进步的一定不会是他 所以他进来空的出去还是会空的 所以比如说我们的一个练习 他在课堂上需要做什么样的练习 要跟同学有什么样的互动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在上课的时候 就把这个常规讲好 第三个就是能够温暖的支持他 然后给他一个正向的成就感 因为我觉得他数学低落到这么久了 在一个高中的状况 他不会因为我们的两堂三堂的补救课程 回到他的原班教室就会土肥猛进 也许他只有这个部分他是可以跟得上的 但是没有办法能够有很快的应该是说进步 所以他的成就感 我觉得至少你要在这个课堂上 给予他有一定的成就感 他才能够继续的应该是说学习 然后不断的一个进步 好那再来我们想要再跟各位分享的就是 在成就应该是说在动机的这个部分 这个纽约时报的这个专栏作家 他有提出他说未来的世代 我们如果要维持中产阶级的身份 一定得终身学习 不断增进自己的知识跟技能 我觉得要不断的学习就是他一定要有一个学习的一个动机 好所以他认为说我们未来的这个差距 之前我们可能会是因为我们应该是说知识取得的一个 知识取得的一个便利性的这个落差会造成我们之后的 应该是说职场的落差或者是说我们这个工作收入的落差 但是他认为说其实在这个数位工具这么便利之后 然后容易取得之后最重要的是一个动机落差 一定是未来最应该是说最大的影响力 就像现在我们几乎所有的孩子 不管成乡大家也许都还在讲成乡差距 但是我觉得其实到现在就算到乡 每个孩子有手机或者是有网络 都已经不是太困难的事情了 而这个手机你拿来做什么 拿来学习或者是只是拿来玩游戏拿来聊天 一定能够造成你后端很大的一个 就是说在你个人的一个能力上会有很大的差异 所以他说如果你只要拥有动机热情跟毅力 你就会是全球化理的赢家 所以我觉得我们目前做补救教学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也许不用现在一定要把我们这些知识 强惯给孩子他一定要学到什么程度 但一定要让他有学习的热情 他觉得他现在学的你给他一点点的东西 学了他会了让他想再学 而且他觉得他学了就有机会会的 我想这一个良性的玄环是在这个课堂里面最重要的 第二个是OECD的教育长跟PISA的负责人 因为他就应该PISA的考试出来 他有一些建言 他有一个建议他是说最好的老师要留给最弱势的学生 这样子才是一个应该是说对我们一个整体的教育 跟整体孩子的发展会是最好的 所以我在想我要勉励各位所有今天在场 然后投入补救教学的老师 其实你就是最好的老师 只有让我们最弱势的孩子起来的时候 那才是我们未来最重要的一个国家社会的资源 那第三个就是自主权会决定这个学习成就的高低 他说自主权就是 他要相信我们 我觉得我们要让孩子相信 他只要努力 他就可以改变他现在的弱势 那我觉得这个要让他相信 我们就是应该要提供他能够成功的机会 能够成功的机会 好那以上的是我在这一节课 跟各位老师分享的东西 那我想就这个刚才的就是课程的设计 跟内容 不知道各位老师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出 好那我们的助理 有提醒老师要记得填问卷哦 那希望一定要在1月19号8点前填完问卷 那如果各位老师暂时没有问题那我们的综合座谈的时间我们就交给曹老师了哦 谢谢两位老师很辛苦跟我们大家分享 不过每一次听大家讲 他们其实有一些已经讲过不止一次了 那每一次讲我觉得都有一些改变了 也就像我们讲老师就跟学生一样一直都在学习都有成长机会就像他刚才最后提到的是终身学习这件事情 那就刚才前面两位老师所讲的有一些我有一些看法 比如说我们到过来如果说从刚才立飞老师所提到的一开始他不是在讲那个配方法的那个题目啊 然后他说用口诀 用口诀的方式就是这个口诀就是我们等于是把解题的步骤简化 然后一次做一件事情 有时候这个就是现在学生有时候是真的是补救教学的学生有一些是真的程度差 他有一些放弃学习的那前面美奔老师也提到了就是要给学生成就感 那每次做拆成小部分那每一个部分如果说一次带一步那学生哎我这样也会做啊这样也会做啊 等于是累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 因为讲真话会到这个补强教学的这种班级来大概大部分都是在呃 私欲学习这方面大概都是落后那就是大部分都是失败的那他是希望比较多的这成功的经验 不过这里我就顺便提到这以前我没没提的就是说这拆成一步一步啊等于是搭音架那搭音架 然后中间是经过了反复练习那最后这去音架的工作一定要做好不然的话就像我们听过很多老师讲啦 不就教学来让他去住民宿住完了就回家住完了就回家然后经常去住民宿这一点就很糟糕的啊 经常就往外跑啊 就是说他没有办法一直维持的这个良好的学习情绪啊或者是跟得上这班级的进度 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你用口诀的方式哦 讲真话的我一直是个人是对用一直用口诀教学生哦那这个是有问题的 因为你如果一个题目就一种口诀或者一种类型就一种口诀那你可以想得到的我们高中三年那他要学了多少个口诀 他能记得住那么多口诀吗这个也有困难啊这个是可以思考的 那我我以前在研究所上课的时候提过这个哦那有一个新北市的老师啊他跟我提了一个说老师我们可以把考试的方式跟教学的方式就能够搭配啊 他他说他的考试啊他就把教过的口诀然后就写在那边 然后题目就在旁边 不然就要说他教了多少个口诀那对应的题目那可以多给几个口诀然后让学生自己去调 然后一开始这样做还不是很成功那对更差的他就是对应了那口诀然后解法的步骤也做了一题好像是把立题摆在旁边然后在他的考试题目 后来这样做觉得学生学习的还不错而且也保留了比较久 我就想说这个好像还不错因为我们学习主要就是一个就是要学会第二个就是要能保留的久嘛 那他这个有学会了而保留了久我觉得倒是可以参考的这个方式 就是就刚才立飞老师那边我想到的因为讲真话一开始我对用口诀上课我是真的是很担心啊 然后刚才讲的有一些例子哦 比如说加全平均数啊一些例子 不知道我个人是对乒乓球很喜爱啦 然后对有一些职业选手他们不是有排名吗 然后不是有积分吗 那积分怎么算那你可以看到的 各种等级的比赛分数就不一样 那这个就是有一点跟加全的那个意识是一样 我觉得就是要在我们讲的要在日常生活上能够找到实际的例子 那尤其你所用的这个学员都是那个体育班的 那这个是可以考虑啦 另外呢 刚才美幻老师前面第一节讲的那个数列的那个部分 那数列的部分一开始他是讲的 数列就是一个有次序的数 他强调不是在讲有规则 先不一定要有规则就是有次序 那跟你这边的一开始在讲统计数据的这个摆的方式的时候是 我觉得是两个能够搭配 刚才高老师有举手是 所以那个部分我觉得两个可以搭配得上 那这数列的秩序啊 就是说你一开始在整理数 那你可以看到 我们数字要叫他排队 你可以看到跟我们日常生活 我从小学到都是由个子癌排到高嘛 或是由高排排到癌 总是有一个秩序的这个观念 那数字 数字本来就是我们说两个数都可以比较大小的 本来就是可以这样排列 那一个就生密一个降密 那就很容易你这个 如果跟数列那边稍微做一些联解 我觉得就能够更漂亮 这是刚才你们两位的教学 给我有一些教材教法上的一些灵感一些联想 那我不知道其他老师听了是觉得怎么样 有没有其他要补充的 另外 美欢老师在提到说他前面说让学生辩论的这一块比较少 很奇怪 像我在现在目前还在主持的 现在应该是回到又叫国科会了 国科会的一个teams的计划 里面的题目常常都要学生 英文叫justify 就是要为你自己的答案做一个辩解 做一个辩护 那就有一点像辩论 那我们在课堂上其实也是一样 尤其是有分组的时候更好 就说我们常常在分组以后 不是会各组会上台去报告吗 要报告之前 我的答案要先能够说服我同组的同学 那你要说服的时候 这个时候如果说有人有答案不一样 那这个辩论的时机 其实应该是经常会发生才对 好像跟美欢老师所讲的可能稍微情况 跟我想象中好像是有一点出入了 除非你说分组 然后没有让学生去发表的话 如果让学生发表 那发表了以后 第一组发表完了 可能别组也有意见啊 或者他们也要补充啊什么等等的 我觉得这个辩论应该 只要是有答案那有对错的东西 如果有质疑 有怀疑那当然就 会有这个辩论的这个机会 好我补充了到这里 那 各位老师不知道他没有意见 没有 三个小时很长 我就要准时下课了 我们工作坊就到这边 那请各位老师务必要填写这个问卷 一开始柯老师这个是真的 我很不好意思 因为他之前没有做过在线上 因为我上次参加的时候 他没有在线上做分组 那他在课堂上应该是 学生分组就很容易可以进行 即使是线上 那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老师 这一开始没有先指定 像我刚才进去第三组 我很不好意思的 我在第三组 我本来以为我是旁观者 在那边要听 那结果大家都不甭生 那最后我开始 小柯老师举手要发言 好 那 我要讲话吧 谢谢 同學 老師不好意思 我想請問一下 像我們中心的網站 或者是說我們在做的模組 有沒有機會更細一點 我舉例 像我們在網站裡面看到的 有所謂的排列組合 排列組合1排列組合2 或者是後面的 我想說 因為我們一般如果在 學校老師要使用的話 比較需要的是在 一些更小的模組 就是說假設我今天是針對 再把它切成更細 對 因為有時候我們整個模組那麼大 那可能 使用上的那個 彈性就更小了 那我想說 我們那個中心這麼 努力經營這一塊那有沒有機會 因為像我個人在 我個人在補救的部分我蠻常使用的是 因材網的部分 那為什麼因為它可以切割到很細的節點 那所以我 針對那一塊 那組織這三節課 或這四節課 那像剛剛 那個麗菲老師 他分享的那些東西 其實 他裡面也有 在一開始的PowerPoint也有秀出來說 他大概花幾節課做哪一塊的教訓 那我意思是說如果他能夠更細的話 那在網站上也分類好 那那我覺得 就算沒有來參加或者是說 我們以後參加過的老師 在使用上會更有心得 就是說 我如果針對這一塊 我們現在在教的是那個等差的部分 那在我們螺旋式的裡面 在我們新克剛螺旋式裡面 也許我在高一遇到了 那我用這一塊我高二發現他高一這一塊不足 我也要他再來上 那再來看這一段的模組 那那其實 養成學生自學能力也是一種 就是我們可以去去去去斟酌的 那所以我在想說有沒有機會 就我們把模組能夠更細化一些 那我們 我們這些在 在基層的老師可能在使用上 會更得心應手 好謝謝你這建議非常好 這主要我們現在都是六節課 是一開始 我們這內部工作小組的時候在談 那我們主持人 總計畫主持人 他就是讓每一組做的 都是以六節課為準 本來我自己在想 數學組是想要以概念為主 那拆的就比較合乎你講的 可以拆成更細 不過這樣就是需要的就是更多的人力 那我們很希望說各位老師如果有興趣 那是不是也可以加入我們的陣容 我們這個工作 你的建議我是講的是沒有錯 我很同意這樣做 那現在就是人力上的問題 若可行的話 我是這個我要徵詢我們的主持人 他的這個 然後還要的就是各位老師的幫忙 比如在這邊我看到了這個 4號要老師啊 這是我教過的學生嘛 不來幫忙 然後還看到板橋高中的沈婉雲老師都不來幫忙 沈婉雲老師他的論文就寫的是排列組合 他也是補救教學 我覺得那個他也是另外有一個做法 你們如果有興趣可以看看他的那個碩士論 我覺得也還不錯 不過就是整個很大塊就是了 那還有他的不同的做法 那你的建議 我們在下次工作小組會議的時候 我會跟主持人提到這件事情 說我們有這個需要 我覺得你講的是跟我當初的想法是一樣的 謝謝 沒有老師 我有這個想法最主要是因為那個 就是以前 因為以前在參訪新加坡或其他國外的 我們華文的學校的時候 那其實他們已經做到的就是說 如果這個單元沒有學習好 其實是要利用課語或者是他真的沒辦法 這個部分要補償才可以去進化到下一個單元 比如說假設我們今天如果在二次函數的部分 沒有學好那可能可能在前面的 那個就是我們對於因斯分解這一塊的東西 他可能還要再需要看他的問題是出在哪裡 那就像老師剛剛講的 你的想法可能是比較接近於就是 數學的節點概念的那種感覺 那如果那個節點概念沒有 他真的沒辦法學下一個 所以我們就會把時間耗在之前的地方 那因為我們面對的那個弱勢學生 他其實在... 你講的喔 當初 我們曾老師一開始的時候是有那種想法 他就跟我們舉了例子說像國外做的這種影片 他講說每一段大概都五六分鐘 我講的這真的很真實就是說 很接近我們現代人在看這個影帶的這個習慣 五六分鐘 你還沒說什麼 有的人不太喜歡看 那這樣子的話五六分鐘我覺得 基本上我就簡單的去介紹一個概念 還不是整個單元喔 是一個概念 那這個概念 然後這個概念還可以 有時候還可以猜 因為有些概念牽涉到他要運算嘛 那運算 比如說你講的內積啦 那什麼叫內積 也許 一共共 這樣就一段 然後那怎麼樣去計算 然後再來應用的時候要怎麼用 那每一個又拆成一段一段 我覺得這樣可能還... 然後可以到時候如果需要可以把它集在一起 更接近你現在所講的 這是當初我們曾老師是有那個想法 當初也有講要拍啦 不過後來好像都整個我們都聽了 就像你講好像... 什麼銀財網那邊 我記得左台藝老師他們現在有在做 但是好像也沒有做到那麼細 我們那邊是... 在銀財網是分節點 那如果就是說... 他當然那個... 他每個節點其實就是一個... 一個概念 那個概念大概就幾分鐘的影片這樣而已 如果這樣子的話我覺得更好 然後這樣子的話就比較接近... 剛才你講的那一次 那你們那邊人力如果夠的話 那就是可以這樣拆 拆了以後集起來也是就等於是這邊的一個比較大的... 因為我們現在譬如說像立威老師講的說這個... 數據分析 這個整個講真話是很大 是六節課的東西 那我們剛才提到的 有一些可能就是五分鐘十分鐘 然後簡單介紹一個概念 那如果學生需要 那他就看了 他就知道一個概要 然後要再接下去他就再接 那我們整個就是... 就剛才講的就等於概念圖要畫清楚了 那彼此之間的連接 那拆解了成哪些節點 那彼此之間的關聯 這個就是要做好 你講的沒錯啦 不過目前我們現在就是需要人家幫忙 我們現在人手講真話是不太夠 目前在做的也... 形態在... 因為大家格式都一樣 那都是大概都... 預計都是要六節課的這樣的格式 不過你講的我會在... 我們... 內部工作會議的時候 會再跟鄭老師提一下 不過是希望大家大力幫忙 好 謝謝曹老師 因為這邊的內容感覺是比較豐富啦 謝謝老師 是是是 謝謝 那各位老師還有沒有問題 好沒有我們就要謝謝各位老師了 我們今天就到這個地方結束